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训练五千五百名的警力 到底要训练什么呢 这内容真的非常的精实 包括了要丢手榴弹 要实弹丢职 还有城镇的战斗射击 林永昌说 没有警察没有军事化这种事情 另一问我们要请教 如果真的没有军事化的话 那为什么要做各式的兵器训练呢 为什么要做反突击训练 要做战伤救护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军事训练的内容 要警察去当小兵 这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 好 现在已经看出来了 警政署在征选战训教官的时候 这是警察 是不是已经会变成第二陆军了呢 为什么呢 因为六大项目里头就已经露线了 露出马脚 又是步枪 机枪的教练 还有手榴弹的投职 小部队的战斗 晋升的战绩 城镇空间战斗 跟城镇战的射击 好 那么呢 我们的内政部长赶快出来否认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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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没有人要相信啊 这个政府的信用已经破产了 再加上白纸黑字在这边 不然你收回去 那他说这叫做以额传额啦 要防护关键的基础设施 每次都说要防护关键的基础设施 一开始的时候还说要派我们的大专兵去 派我们的学生去 然后现在又说没有 不会派学生去 那要派谁去 派警察去 那为什么非要派人去站岗不可呢 现在是什么战争啊 你还活在二十四季上半夜吗 然后他说要反突击 反渗透 所以要加强相关训练 反谁的突击 反谁的渗透啊 你讲的这些 不全部通通都是军方的语言 都在防解放军吗 不然难道台湾 你这是在防什么 我们有很严重的恐怖主义 自己孤狼到处都要攻击我们的基础设施 台湾人自己攻击自己台湾人吗 没有啊 黑道在台湾已经猖狂到要占地为王了吗 要把我们的基础设施给占下来了吗 没有啊 所以你在说什么天方夜谈 你这上半段不就是已经承认了 平战转换 就是要让警察去担任军人的任务吗 后来你这边讲说 警察绝不会从事军事行为 等到打仗的时候 你就是这样子干了 警察能怎么样呢 问题是说 警察跟军人 他们的角色有根本上的冲突 是没有办法这样转换的 而且你这样子一来 警察的勤务 还有不该他们做的事情 都已经太多了 你现在再加上一样 那未来不是我们找不到军援啊 军人的军援啊 连我们现在募兵制 没有人要当兵啊 未来可能没有人要来当警察啦 好 现在呢 林又昌这样讲话 没有人要相信 基层警察说 警察的战术逻辑是活捉嫌犯 不是打死敌人啊 这就是警察跟军人最大的差别 所以全球先情国家警察 没有人这样搞的 你们搞的警察精神错乱 精神分裂啊 所以啊 不是每个人都受过 维安特勤队的训练 训练跟军人作战 也都完全不同 你根本就是角色错乱 所以连警察都吞不下去 无法接受 更何况你这有一个 基本的错误 我就讲了嘛 不是随便一个美国人 叫你要什么做 你就照单全受 你就傻傻的 你还真的就这样干啊 游玉兰 他自己本身是非常资深的 警校 警察大学的教授 他也讲 从训练的内容看来 跟警察应该做的 预防犯罪啦 情报布线完全不同 很明显就是凭战转换 连民进党立委张宏路 都不同意 他说警察跟军人 就是不同的职业嘛 警察就是在负责人民的安全 军人是负责消灭我们的敌人 在战场上打仗 两者不该混淆 也无法混淆 也不能混淆 好啦 侯友宜过去 曾经担任过警政署长 他也跳出来讲 担任过警大校长 他也说警察 军人的功能角色 完全不同嘛 政府有责任 说清楚 讲明白 不要遮遮掩掩 那如果真的要这样子干 不得已 中的不得已 我们要让全球都跟不上 只有台湾做得到 那政府就应该 堂而皇之 光明正大地 出来说清楚 讲明白啊 未来警察 就是要担负起 捍卫台湾安全的 神圣任务嘛 而不是一方面 做这个事情 一方面嘴巴上否认 这算什么东西啊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最近的 军推的结果 那么美国的军推呢 说美军在台海战争中 可以集成80艘的共箭 好 但是呢 却有8万名的解放军 会登陆台湾 那这中间 因为太多的细节 看不到 所以就让你觉得 很担心啊 那就表示没有打赢嘛 否则8万解放军 为什么还是 最后登陆了台湾呢 那我们大家最关心的是 那台湾死伤 到底有多少 那所以美军 就算介入了 也不过就是 拖得比较久嘛 变成一个月之内登陆台湾 是这个意思吗 就终究解放军 都会登陆台湾 是这个意思吗 那我们看了不就是 非常的 啊 脚都冷了 好 日本的智库 我们来看看 那么日本的智库呢 也做了兵推 他说如果日本来参战 因为美国来一定会拉着日本 一起来嘛 那日本如果来的话呢 他们会失去 144架的战机 伤亡2500人 好 那美国呢 美国会损失 400多架的战机 所以这加起来 不就已经快600架战机了吗 然后上万的官兵死伤 那么台湾的损失呢 是18艘的军舰 跟1.3万人 那是换句话说 前线全部都阵亡了嘛 那难怪解放军会登陆啊 好 CSS也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资深 的一个智库啦 他们也做了兵推 他说呢 每日产失646架战机 是否刚刚说的600架 差不多 好 他说共军呢 是损失327架的军机 哇 那共军只有损失 每日的大概一半而已 双方的伤亡 加起来4到5万人 最惨的是 台湾会被炸成一片废墟 好啦 现在又说要建立 军备区域的紧急库存 那么陈建仁行政院长 是一直高喊 要能战 我们才能够止战 恐怕不是这样啊 现在已经不是用战争 会付出惨烈的代价 来贺阻老共而已吧 那么怎么样让双方 能够有和平稳定的架构 恐怕才是大家应该要学习 从2008年到2016年 台海是什么维持和平的 看看美国 美国不是最听老美的话吗 而且还有美军住在菲律宾呢 菲律宾不是最听美国的话吗 菲律宾的总统说 菲律宾如果有难的话 那美国会不会来保卫菲律宾啊 到底会捍卫到什么程度啊 拜登也应该把话给讲清楚吧 所以连菲律宾的总统都觉得 我有必要当你的马前卒 然后把菲律宾卷入战争吗 菲律宾恐怕 谢谢哦 这事我可是没兴趣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 其实区域各国 谁会愿意卷入战争 又谁愿意看到 台海真的一旦发生战争 我相信这是全世界 不管你站在哪一个阵营 都不想看到的 既然不想看到 那么就应该 集所有众人的智慧 极力的避免才对啊 全世界的先进国家 没有警察是这样做的 要去训练啊 丢纸手留带 要来训练向战 当你准备向战的时候 就代表是有人登陆了 要占领你 要控制你 代表的是玉石俱焚 手留弹丢出去了 这是不是防卫 这是死了军队 死了你我 不要说连投降 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要请教红威 现在呢 包括了美军的弹药 都要放到台湾了 那么警察呢 要拿手留弹 而且呢 要去反射头 要去反突击 还有百姓 百姓也要出来 要领枪 所有的迹象 都是全民皆兵的概念 这是不是代表 现在政府都觉得 很快战争就要发生了 其实蔡政府一直强调 就是说必须要备战 而很多的 我们现在所有的武装 不管是大量的买武器 或者是大量的 这样子我们的全民动员 其实呢 这都是原来美国 对于台湾的一个规划 那而且 其实把这个所谓的 第二陆军 这个脑筋动在 这个警察的头上 这也不是第一次 大家记不记得 前一阵子呢 就传出一个讯息 那个讯息就说呢 警察署准备呢 要增加一个保八总队 这个保八总队 要来做什么呢 因为它专门呢 要来这个防护 就是像水库 电厂 科学园区 机场等公共设施 那当时大家就觉得 非常奇怪啦 因为我们事实上 比如说现在保六 其实就有这样的功能 为什么还要弄一个保八 那这样子是不是一个 就是一个备战的状态 那后来没有过多久 你看又来一个 所谓的保二 保二说要有200个 总子教官 一共要训练 5500名的警察 就是刚才大家所讲的内容 那这些内容呢 其实跟我们原来 赋予警察的一些功能 是不大一样的 当然尤其这里面讲说 因为警察是要做什么 要抓活口啊 因为他基本上 他还要负责继续的办案 才能够破案 但是现在所有的 这个他的训练 其实就像跟军人一样 就是要歼灭敌人 被你的手榴弹进去 这个一丢进去 不管你是对方 就是是这个犯罪集团 是恐怖分子也好 或者一般老百姓 一个手榴弹 要死就全部死了吗 所以现在的一个训练的内容 跟我们对警察的训练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大家就质疑说 今天你是不是要作为 所谓的第二陆军 你是不是要凭战转换 也就是说呢 在平时你是警察 但是到了战时 你就变成军人来使用 那其实大家想看 像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大 我们二胆岛的这个士兵 然后游泳游到中国大陆去 现在呢 好像大家也都不大管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另外今天呢 又传出我们的棚房部 又有一个逃兵 那个逃兵逃到这个 这个麦当劳的屋顶上 我之前在录影 在一个那个就是树化间 他还想说 他说我们的阿兵哥 然后跑到屋顶上要逃兵 这是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也就是说军人不去做 军人该做的事 所以今天是不是第一个 我们兵源不足 因为我们现在事实上 我们的募兵也非常非常的困难 第二个 是不是我们第一线的士兵呢 事实上他的士气也很低落 所以动脑筋到了警察的头上 可是问题我觉得比较恶劣的是 你做这样的规划 可是你到现在还在说谎 因为在昨天由预兰委员 去执询林又昌 现在的内政部长说 内政部长完全否认 他说警察不会做军人的事 可是很奇怪 警察不会做军人的事 可是警察在做军人的训练 那你这是要在做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们现在 今天要做的是全民皆兵 全民动员 然后让警察未来要成为军人 那你现在就应该 跟我们的警察精神 好好的说清楚 讲明白 包含他的抚恤 包含他的奖励办法 都应该改变啊 不要到时一战争的时候 就把他们送到前线去 这样是对警察同仁 是非常非常不公平 而且是非常没有道义的 更重要的是 我们真的要乌克兰化吗 如果今天你做的所有的准备 都是要让未来的台湾 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乌克兰 那也要跟所有的老百姓 说清楚 讲明白 不要对老百姓说谎 好 如果真的是为了国安考量 要警察去打仗 要就要请民讲 请政府清楚地告诉大家 要把规则定得清楚 其实这几年呢 政府已经把海巡署打造成了第二海军了 海巡舰艇武器都是可以平战转换的 舰艇呢 可以挂火箭弹 可以挂水炮 但是如果现在 政府只想要训练 然后偷偷地夹带 就搞得现在的基层警察 非常的担忧 我们请教盛丰老师 这样的影响之下 会不会大家都不敢去憧憬了 搞到最后战争都还没有来 会不会治安就先垮掉 海巡舍是有法令的规定 也有全世界各地的惯例 那就是海岸巡环部队 所以这个呢 是完全不能比照过去的 第二个 我们不是金正的时代的国家 金正的时代里面 金华一声令驾 金人警察都要上战场 今天我们这个宪政的时代 依法而至 那我现在就要请问 我们现在的警察执行条例里面 有没有执行这个任务 假如警察执行条例里面 没有执行 现在要训练的任务 那这个训练的本身 就违反了警察执行条例的目的 这一个训练提出来 而警察执行条例 没有去做任何的修改之前 提这个就是违反 提这个就应该 要被丢到一边去的 结果还在那边狂狂而谈 谈什么事情啊 第三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整个的过程 是在美国的谁迫下 在美国的压力下 民进党政府 不敢做任何的收诺 然后就跟着走 被战 现在我们最喜欢讲被战 我又不好问 被什么战 被战是要被 阻击于境外呢 就说好 就在台湾海峡来阻击 输赢了 那我们就来决定下一步了 或者是被战于岛内结战呢 今天看起来 是要准备我们是岛内结战 所以各位想一想 岛内结战的结果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现在很多美国人提供给你的点子 这不明天 加加花一把AK-47吗 然后呢 这个检查局的前面 变成了装 这个防空导弹 然后要延长服役 所有美国人的建议 我们通通都照做 我在这里要讲 连我的家乡现在都遭殃了 我的家乡 是台南县东山乡 有一个火药库 现在那个火药库 正在扣建中 还有跟这个新竹啊 那个南湖的火药库 在扣建中 扣建中 这干什么 不是要把台湾变成金火药吗 那这一个乡下 这一个东山乡 这个美丽的小山城 现在变成个金被金火药 两岸发生战争了 台北灰弹可能还没到 我们东山可能先制灰弹了 请问 有没有经过 我们乡民的意见误误看 我们要把这里搞了 同样的道理我们要问 今天政府要把台湾变成 结战的死地 问过我们的没有 我希望民党今年 把这个证件放下去 说我民进党当选 我听美国的 要把台湾搞成了 结战在岛内 那大家同意了 我们认了嘛 不要没有经过 人们的同意 就像在我的东山家乡 却把金火药给扩大 准备将来迎战第一波 攻击就到小山城来 那假如今天是这样子 民进党拜托 把它列为今年的选举政见 大家来考虑 我们认了嘛 假如他选上了 我们认了嘛 对不对 敢吗 不敢 就像今天在立法院一样 问了所有没有 没有 明明已经去讨厌了 说没有 明明违法了 说没有 所以不是啊 有没有人要再去当警察 是这样子的一个搞法 完全是听美国的 美国叫你干东你就干东 叫你干西就干西 问题是台湾有危险的时候 美国在哪里啊 阿金罗就已经讲话了 他讲了什么 说菲律宾有烂的时候 美国会协助我们到什么程度啊 他们可是有邦交的国家 他们还有邪业的国家 他都这样怀疑了 那我们这么乖 连收货落都没有 所以今天讨论这个问题 我只建立 真的很诚实的建立 在场也有民进党的委员在场 真的提供给民进党做一个建立 把要不要结战台湾 是不是台湾挺美国的 结战台湾 列为今天总统的先提政见 让我们来选择 我们愿意为我们的选择负责 今天为什么要讨论台湾 是不是有可能发生战争 为什么全民接兵 到底是不是蔡政府唯美是从呢 如今警察都要拿枪上阵了 这是不是一个日时俱焚的打法 其实大国都有做出兵推 像是美国日本智库的兵推的结果 都显示出来 不管台湾是惨胜还是落败 其实台湾最后的结果都是一片废墟 在这种状况之下 难道还要让学生战场 让八万警察大军拿枪来抗敌呢 会不会说到底其实到最后 只是让我们的百姓去送死 我们请教驾驭委员 这个兵推当然是一个预先的准备 但是没有人希望发生战争 战争没有人是赢家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兵推 就是因为有一个对台湾虎视眈眈 而且随时可能发生 发动战争的一个国家 在我们的隔壁 所以台湾才需要做这么多的准备 那对台湾来讲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说 能够维持现在一个自由民主的体制 能够维持现状 我们能够跟世界做朋友 我们的总统能够走出台湾 能够跟其他的国家 也有相关的交流 可是旁边就有一个国家 看不下去 他是不能接受我们去跟 美国的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见面 不能接受我们跟其他的国家 有友好的往来 那随时都要找各种理由 对台湾文攻武后 对我们的农民 对我们的渔民 来动不动就是有一些 拒绝购买产品等等的这些 让我们的这个以伤逼阵 对我们的农民 渔民也不公平 所以我觉得总总 台湾是一个非常友善的民众 友善的国家 我们都希望能够跟各个国家 保持友好的关系 我们也希望同时跟 对岸跟中国也一样友好 但是问题就是说 如果对岸是把台湾 视为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当然是不可能接受 我们还是希望说 大家是对等尊严的 互相的交流 那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保持友善的往来 但是很可惜 这个目标跟理想 一直没有办法达成 所以这样子的结果 不是我们想看到 但是我们能做的 就是做好准备 所以如同柯文哲市长 他也说 他的理念也就是 不避战 不求战 也不畏战 我想某种程度 大部分的台湾人 也都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对民进党来讲 也是一样 我们都不希望发生战争 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 好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合作金库 这么重要的银行 被外界抨击 难道已经成为 民进党的金库吗 AMC是合作金库的 资产管理公司 过去都会拨款 那现在发现了 他拨款的73% 竟然都拨到高雄去了 原来绿营的前高雄议长 蔡建新就担任AMC的董作 而且他的儿子 外甥 亲信子女都被他带进公司当主管 把公股银行变成自己的家族金库 蓝营有最新的爆料了 有企业要在石门水库盖住宅 向合库申请 申贷 被合库以不符合土地分区使用的规定为由拒绝 结果呢 时任的桃园市长郑文采 竟然还打电话给合库要求放贷 最后是事情曝光才作罢 那么今天郑文采回应就是子虚乌有 我们要请教立文 郑文采现在是什么职位 他是行政院副院长 如果呢 这么严重的指控 就是帮企业官说是严重的赌值 那他为何今天他只是呛 但他为什么不提告自清 好我们看一下呢 这就是今天又有新的爆料 在昨天洪威呢 他开了一个记者会 指控了就是这个合作金库 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 全部通通都是绿油油 然后呢 还大开方便之门 让他们能够来贷款 好 那么陈婉惠呢 他就继续爆料说呢 罗文家 他呢 在桃园复兴区的一个民宿 他在那边经营民宿 问题是这边呢 是原住民保留地 所以依法呢 是只有原住民才可以拥有的 结果呢 罗文家就专法律的漏洞 借原住民的名字 去登记买这个民宿 然后呢 取得了这块地之后呢 开民宿 所以呢 陈婉惠就说 不要让罗文家们 知法玩法 好 因为呢 如果是原住民的话 当然他们就可以用 不一样的价钱嘛 可以 但是也只有原住民 可以在原住民保留地上面 做这些相关的买卖开发 所以呢 他呢 是不是就是明显的 专了法律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 罗文家不是原住民啊 好 那罗文家的回应是什么呢 罗文家说啊 不需要因为我批评柯文哲 就乱丢泥巴 好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呢 就是刚刚讲到了 好 所以呢 桃园的观光局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一规定啊 申请人要有原住民 还要有农民的身份 才可以在这块地上面 合法的盖农舍 那么原住民委员会呢 也承认说法规上来看 的确是有瑕疵的 所以罗文家恐怕 不能够只是用一句说 是因为我骂了柯文哲 所以民众党找我算账 就可以逃过的 好 另外呢 就刚刚讲的 何库的子公司 现在呢 被揭露 宏威揭露说 已经变成是 蔡建兴的家族事业了吗 哇 也是 这个真的是鸡犬升天啊 不只是这样 还呢 是不是涉嫌呢 非法的贷款 不当的啦 不当的贷款 因为呢 他们为了要贷款 给自己人啊 还修改了规定 好 那这时候呢 又被爆料说呢 是不是有个企业 要跟何库来贷款 在石门水库盖房子 那何库认为 有问题拒绝贷款 郑文燦一通电话打过去 就要何库放贷 给这两家企业 但郑文燦呢 就反驳了 指控说是他呢 是这个指控是 子虚乌有的 好 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呢 在新竹的部分 还有在桃园的部分 都一直不断地揭露出来 过去的市政府 留下来的很多 剪彩的这些政绩啊 原来都不堪 不堪检验 乐天桃园主场的开幕战 晴天却还积水啊 而且在赛中的时候 灯柱还熄灯了 那么呢 桃园的市议员就说了 郑文燦执政了八年 花了3.1亿 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小鼻子小眼睛呢 说要送大家这个全彩 自动的LED荧幕啦 可是真正的是 这个球场的安全 对球员来讲 才是最重要的重点 那如果这都做不好的话 送什么都不重要啦 好 那么另外呢 那也有市议员呢 也指控说啊 前市府去年重新签约 那年租金呢 要从30万增加到350万 但是副场还有外野看台 这些全部通通都委外 而在地的球队呢 只能在副场练习 还要进行租借 那外野的看台 每年也可以获利465万 委外等于是把金基姆 就送出去了 为什么这么奇怪的 一个经营方法呢 而且营收在3500万以下 就免收变动的权利金 然后呢 3500万到4500万 只需要收1% 这个合约根本就是 上权入国嘛 所以是不是又是绿油油 所以呢 才会有这么多的好康啊 那么一连串都爆出来 在民进党执政的情况底下 这种所谓的吃相难看 还是每一天都有被爆料 每一天都有被揭发 那怎么样 才能够端正呢 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阵风 好 一个银行 公股银行 阵阵当当的 怎么会搞出这样的事情 AMC懂作蔡建新 他跳出来 说自己绝对没有做违法的事 我们王宏惠立委 有一些误会啦 那今天王宏惠也在现场 我们就要来请教 好 既然银行 我们讲求的是高度的专业嘛 那为何只有蔡建新一家人 可以到公股银行去当高管呢 蔡建新在绿营里又属于郑国会 那么郑文燦呢 是属于新潮流 如果来音的指控都是属实的话 这难道不代表 这个是把国营事业已经当作私产了吗 蔡建新说她为人很正直 我相信为人正直的人非常多 但是你有机会进入公股金控下面的子公司 或孙公司当董事长 而且几乎把你一家都带进这些公股事业里面吗 那么蔡建新她何许人也 她就是之前是民进党籍的高雄市议长 因为她涉及会选 后来下来了 下来之后呢 她还当了林戴化委员的竞选主委 那么有一年呢 林戴化跟刘世芳两个人初选 非常非常的激烈 那么后来呢 就是希望能够化解林戴化 跟这个局系之间的裂痕 那么就安排了这个蔡建新 去当何库AMC的董事长 那当时她当董事长的时候 其实引发很多争议 因为第一个 大家说你没有金融相关的专业 但是后来习正就说 哎呀 她是什么地震室 那么跟这个不动产还是有关系 好 那么这个她就把它说过去了 另外呢 问题是她超龄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工股的事业的董事长 是有年龄限制的 因为这不是养老院 对不对 可是呢 最后专案给她核准 所以你看 为人正职真好啊 这个竟然呢 可以连过两关 好 那你去当这个何库AMC的董事长 渐渐的呢 她之间她们家的家族跟她的这个什么事业伙伴都慢慢的进入了何库系统 包含她的儿子好 在她当董事长之后就去当何库创投的一个这个经理 那接下来呢 她的侄子也被她安插到何库AMC 就是她当董事长 她的侄子呢 就去当里面的经理 那另外呢 她有 过去她有一个所谓的家族事业 她的家族事业有一个唯一的她的合资的伙伴 这个合资的女儿呢 也被她搞进这个何库AMC 好 再来 这个女儿啊 她因为主要她是主要是负责有关于放贷的部分 电付款的部分 那她放贷给叫做高雄客运 高雄客运13亿哦 13亿 结果高雄客运的副董事长是谁呢 就是这个她的合资伙伴女儿的堂哥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很好笑啊 你在这些家族都进入了你的公司 然后呢 还有你放贷的对象 竟然呢 也跟他们之间有关系 等于说是堂妹放贷给堂兄 这样子的胡作非为 这样的吃香喝辣 这样的这个分章 可以吗 可以在公股集团里面 变成一个公股事业 变成你的家族事业 变成一个公股集团 这个放贷 变成是一个派系 或者一个政党的提管机 可不可以如此呢 真的非常非常大胆 那当然蔡建议说 哎呀啊 说这个王洪威有一些误会啊 对不起 我可以跟大家预告 我明天还会召开记者会 因为呢 有太多人在跟我爆料了 因为她 我昨天所讲的这几个所谓她的家族呢 其实只是部分 我明天会再爆料 她还有多少安插她自己的亲信人士 而且非常非常的离谱 这都是更多的吹哨者所做的爆料 所以我要讲 如果今天 赖清德你还可以眼睁睁睁睁看着 这个事情可以继续的这样子发作下去 很多人讲说 你为什么要呼叫赖清德 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当时蔡建新去当合固AMC的时候 就是赖清德当院长的任内啊 所以你在院长任内 让这个公股集团呢 变成可以直接的去酬庸 这些相关的人士 而现在呢 他们越来越过分 做得越来越过火 然后竟然把公股集团 变成你自己的家族事业 这样事情 还能够继续做事不管的话 我认为我们的财政部 我认为我们的今晚会都可以关门了 好 所以您就要说 现在是不是只要是绿营 不管是什么样的派系啦 都能够不顾社会的观感 想吃什么就捞什么 在一档下又提爆了 罗文家在桃园复兴区 竟然是以借名登记的方式 来取得原住民保留地 来开设豪宅民宿 如果依照法规的话 你这个申请人 你是必须得有原民 而且要有农民的身份 你才可以在该地 有合法的盖农社 那么原民会都说 你这样的做法是有瑕疵了 可是罗文家还是硬扯 他说这是政治问题啦 我们就用罗文家来对比 严宽恒 我们请教盛峰老师 为什么呢 严宽恒他租国有地 他自己花钱 他盖房子 自己住 被拆屋 他还需要豪宅 这个千万去交保 严宽恒 你挂人 我们看到这样 罗文家相对来他 他挂人头 却能够占原保地 但他却都没事 为什么 严宽恒的是 可能跟您刚才 这样的一个描述 没有办法精准地表述出来 那我可以把它讲得 更清楚一点 他的建地 他的建屋 都是合法的 都是属于建筑用地 所盖的 但是呢 他在的房子里面 有花园 有花圃 有警卫士 还有这个围墙 这个部分呢 是有一部分 是长期向国有地 租用的 租了20年 还有一部分呢 是当时选举的时候 被说 所谓的侵占 狗有地 就围墙啊 什么那个部分 猜的是那个 不是王子 第二个呢 这个作为花园的 这一个呢 已经租了20年 也缴了20年的 这个租金 那最近政府说 不租了 要拍卖 还没有拍卖出去 现在就用这样的理由 说他占用国有地 所以 这个跟等一下 我要讲 全家这个 完全是 天跟地啊 那是西郎 外郎 叫一叫做一副 这个全部把它 放在一起 这差太多了 这个不是借名登记 这个我会叫做 玩法套利 什么叫借名登记 是我买的 但是呢 不登记在我的名字 我就登记在 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那我 你我他之间呢 再用一个 这个借贷的关系 或什么关系呢 把它给处理掉 是我买的 那借在他的名字上 那这一个呢 是我们一般的 土地买卖里面 还有皇帝才买 会出现的 可是 那是一般的土地 这一个地是 讲得很清楚啊 是 原民保护地啊 是原住民的保护地 所以只有谁能买 原住民能买 所以 当你不是原住民的土地 原住民去买呢 你用其他的方式 把它给 借到你的名字来的时候 就完全不合法了 就跟我们刚才讲的 借名登记 这个各位太客气了 这叫玩法套利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把这个土地啊 他把它怎么样子呢 原住民拥有了土地 这样原住民才能够拥有 才能够耕地 才能够使用 所以 拥有职 买卖职 使用职 三职 通通通通都是要原住民的身份 那这个案子是什么 是原住民买的 这个地 这是不是原住民出的钱 哪里另外一回事 完了之后 有另外一家 这个 罗文家的公司 去把它给高低 用抵押的方式 把它给抵押过来 换在他的所有钱上 这个时候 房子 地产的真正的前提是属于谁 是属于 罗文家的 谁去盖的 是罗文家盖的 谁在经营的 是罗文家经营的 从头到尾跟原住民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是 玩法套利是大为贱的 还好意思在那边讲大半天 还好 还好意思在那边吹牛 然后呢 想转移焦点 说 我说了别人怎么样子 今天就在收你 你是玩法套利 这句话 我讲我负责 因为你不是原住民 你根本没有资格在那里经营 民宿 你根本没有资格盖房子 你没有 拥有房子的所有权 所以政府也看不下去啦 人民让政府都看不下去啦 所以送了一个案子到立法院 这个案子现在在审议中 里面就规定什么东西 原住民这个保护地 里面的土地权 地上权 及荣誉权 就是荣誉注授的权利 是不能够点荡出去的 不能够点压出去的 就是讲谁 就是讲你今天 罗文佳在使用的这一切啊 所以我还在告诉你 不是借名登记 就是玩法套利 是大违建 不拆啊 不足以平民论 除了罗文佳豪宅 民宿这样的争议 在郑文灿所治理的桃园 爆出的争议呢 还包括了桃园国际帮球场 在去年呢 重新的议员 虽然权力经由30万提升到350万 但是蓝营就指出啦 郑文灿师傅呢 把副场跟每年可以获利 465万的外野看台 通通都包给了乐天球团 而且一并外包嘛 所以搞得现在啊 任何学生团体 都要来跟球团去租场地 问题是 这个球场是公堂盖的 所以就痛批 郑文灿呢 签的这是丧权入国的条款 白白的把金吉姆送给人家了 郑文灿执政的8年来 他砸3.1亿去改善球场 不过他都只有聚焦在LED的看板 所以现在包括了积水的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灯杆还频频的出包 那么就连克文哲都感叹 他过去自己也是绿营的 是看不惯绿营乱花钱 我们请教嘉余委员 如果呢 桃园球场真的像郑文灿说的 他已经整修很多次了 那为什么设备还是频频出包 难道真的像克文哲所说的 国家的钱可以这样子花吗 其实当然要营运一个球场 他的维护 包括各方面的这些设施 其实要花非常多的公帑 所以桃园市政府也特别说 光是这个球场的维护修缮的费用 就高达三千多万 那整个维护的人力物力等等 更是一大笔的开销 所以今天球团要负责就是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往往可能入不敷出 所以同样的大巨蛋也是 他在台北市 过去常被批评就是零元权利金 整个球场的维护跟营运 对这些财团来讲 他也会说 那我们要不要打棒球 还是开演战会等等 也会关系到就是全民的福利 因为大家会认为说 当初盖大巨蛋就是为了打棒球 同样的为什么大巨蛋最后 能够打几场棒球 或是打棒球一场要付出多少的租金等等 大家也是会有争议 就是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政府很多的公共建设必须去BOT 但是BOT之后 它的维护 它的各方面的经费的支出 其实往往是政府所无法负担 那最后就导致大家会认为说 不管这些品质的如何 或者是最后能不能达到这个BOT的目的等等 都跟大家当初想的有很大的落差 这个其实就是常常是大家所不能接受 也是公共建设被诟病的部分 那我觉得当然就桃园市政府来讲 如何能够维护这个球场是非常重要 因为毕竟棒球在桃园是一个非常兴盛 而且有自己的球团 那这也是过去台北市一直希望我们能够有自己的球队等等 能够有台北市自己的棒球场 那也希望未来大巨蛋也能够有更多的棒球比赛 让全民都能够看得到 消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 新闻市之前发生害人的枪击案 侯友宜恰好正在新加坡出访 林佑昌竟然开酸侯友宜 他说就像台风来了 明选首长自己要决定是否赶回来 结果马上被网友打脸 林佑昌你自己才是个比台风跑得还快的男人吧 2017年在两个台风连续席台的时候 他还跑去蒙古出访 我们想要请教立文 现在绿营是已经把侯友宜当成 是2024赖清德的最大对手了吗 当然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 就是说民进党事实上最害怕 蓝营所推出来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就是侯友宜 因为毕竟讲白了 我觉得侯友宜比赖清德还本土还草根 所以说你去南部你就知道了 去到南部的时候你就发现 因为我觉得赖清德他高高在上 然后他当精英久了 那个屁股然后那个架子那个身段 跟侯友宜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民进党是非常明显的 非常的害怕 那这个林佑昌跟陈建仁就非常严重的自曝其短 第一个呢这个事情呢 林佑昌你是主导的内政部部长 全国的警察警政治安 你是最重要的一个主管机关 可是呢你却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第一个想到呢就是要怎么样去酸侯友宜 要怎么样去攻侯友宜 怎么样去打侯友宜 陈建仁也是一样 好啦 那如果今天如果一些中央的行政院 中央的内政部 你们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台湾出了什么样重大的事情 都要侯友宜来负责的话 那你不是帮侯友宜铺好了红地台 就是拜托侯友宜出来选总统嘛 那不然侯友宜当个新北市长 怎么帮你中央行政院的职责 也要帮你负 你中央内政部的责任也要帮你负 那就只好叫侯友宜出来当总统啦 那就刚好啦 那你们的责任通通都可以 你们通通可以下台了 都可以回家去休息啦 都可以回家去看电视 看侯友宜表演就好了 所以今天事实上新北市 因为现在最新的进度 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新闻出来 那今天新北市议会就打算 因为他们议会今天开始开议嘛 那么侯市长他做完他的施政报告之后 就要进行总执询的部分 跟立法院差不多 那在总执询的部分 他们希望把它提前到四月 那尤其呢 把民进党的部分放到最前面 就尊重在野党嘛 让在野党执询完了之后 那侯友宜呢 事实上呢 对议会的一定的程度的责任 他也回应了 那今天侯友宜 不管有没有宣布选总统啦 事实上大家都已经把他当作 他就是要选总统了 而且侯友宜最近的发言 也跟宣布差不多了啦 可以想见民进党党团 一定是大行伺候 而且所有的重点 一定放在他选总统上面 绝对不会是放在市政上面 那我觉得也很好啊 就让大家看看侯友宜的战力嘛 在面对新北市议员 对他的所有的火力集中猛攻的时候 看看侯友宜 他是不是真的是出身 沙场 每天在枪林弹雨底下 还能够活到今天的侯友宜 这样子的一个硬汉的形象 那在五月初完成了这个总直循的部分的时候呢 我觉得当然就应该接下来 国民党也不要再拖啦 你看看 如果说今天如果连新北市议会 蓝绿都已经甲级动员了 那为什么国民党要做这个甲级动员 那为什么国民党党团要变更议程 当然很明显的就是准备好了侯友宜 要为更大的责任 要帮全台湾担负起这个责任了嘛 那这个态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你总不能够侯友宜说来了 我来了 党中央说你稍等一下 不是你喔 我再看看旁边还有没有其他人 那这个就乱了套了 所以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用各种的方式 当然是希望党中央要把外面 大家的话听进去 那么现在五月份马上就到了 真的希望五月份就能够完成征召 不要再悬而未决 不要再恒生枝节 而且呢 越早完成征召 越有利于全党上下的整合跟团结 赛峰老师你怎么看 如果朱立伦他早早通过征召的话 现在议员需要抬教抬得这么辛苦吗 这个去问朱立伦 我实在没办法帮他回答 我只是想枪击案里面 把民间现在一个传闻 讲给大家听一听 他说怎么这么凑巧 刚好是活友于出访的时候 然后呢 就会出现有一个人 拿了一只改造的冲锋枪 然后叮叮叮打完了之后 然后非常优雅的坐上计程车 然后去投案 然后这个过程里面 还刚好这么有一个人就在旁边 刚好骑着摩托车就在停在旁边 然后摩托车上面 刚好挂了一个摄影镜头 还通通拍下来 坐上拍下来 然后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会这么精彩 而且那个开完枪的人 照着我们一般人要做这种事情 就赶快怎么样子 会赶快逃嘛 所以投案 而且拿一只改造枪 这个都是精心设计过 不会有太大事情的 而且没有死伤 然后很优雅的就去 现在民间在转空 阿塔都来这些嘟嘟了好 那两颗子弹已经提早发生了嘛 难怪院长跟部长都不担心资安就对了 嘟嘟嘟了好 可是我这个来做一个补充一下吧 至于什么提名 还是问朱立伦 我们实在这个高人的高段的高的作法 我们这个普通人看不懂 看不懂 好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好 今天的内容要修行宿命大头家 我们继续来关心调查局连正大楼内的资通处 在昨晚竟然窜出了大火 要知道资安处正是负责防范境外势力 假讯息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关 网友就拿出了苏贞昌的名言 不必去查来开酸 反正都已经烧光了 但是网友也质疑了 我们一般普通的机关 这通常机房是很难烧起来了 你更不要说了 公家机关 防火是第一个必要准则的 这里头到底有没有猫腻呢 调查局真的有做妥善防火措施吗 否则一个国家这么机敏的单位 既然能够烧成这样 到底是为什么呢 红卫 没有错 昨天那一场恶火 很多人都觉得烧得非常奇怪 也烧得非常离奇 你知道吗 本来有人在传这个调查局这个大火 很多人还觉得这是假消息 因为我们的调查局 怎么可能让火烧得这么大 这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调查局内失火 其实就是非常奇怪 那更何况 它这个是主管有关于资讯处理的科室 它的办公室起火 那这也非常奇怪 大家想看 我们一直在想说 有关于资安 资安就是国安啊 不是吗 那过去我们有很多 不管是政府机关 或者是这个民间的企业 就是它被骇客入侵 或者各自外线 大家都觉得这些资安 好像完全没有防护墙 那另外又有很多人就怀疑说 今天呢 立刻有一些这个绿营的媒体 就把它定位为 这是反境外势力 哦 这就代表说 这场恶火呢 又代表是有特定 是不是有中共同路人 或者是这些境外势力而造成的 但是无论如何 发生这场的火灾 而且是在这个 我们的调查局 那甚至局长的办公室也在里面 那所以到现在为止 第一个大家关心的是 那么我们所有这些相关的资讯 请问一下还存不存在 那当然现在调查局对外的说法 就说哎呀都有存档啊 这个相关的这些在办案中的 它都可以继续的存在 但是到底是结果是如何 到目前为止还是扑朔迷离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呢 其实第一个 虽然它好像看起来 是一场的火灾 但是它曝露出我们资安的脆弱 那它也曝露出 如果今天连这样子 资通安全的重地 都可以莫名其妙发生火灾 那大家也不晓得所为何来 而且防护措施之脆弱 而且可以让它烧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当然就是 很严重的国安问题了 我们看到资通处 它竟然会起火燃烧 所以就有很多的谣言四起 有人就说了 就是反境外势力所为 嘉余委员怎么看 确实最近调查局有频频出包 那也会让大家觉得 是不是罗斯松了 从之前的这些调查员 是不是有零印外合 然后毒品出包 失踪等等的问题 到现在正在调查说 是不是有大陆的台商 介入选举等等的境外势力 也正传出说在调查中 可是在关键的调查局的 廉政大楼 甚至局长办公室还在这里 竟然半夜传出这个失火的消息 昨天网路上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沸腾 认为说 是不是什么机密资料 就会因此而消失 但是无论如何 应该要立刻把这些事实 就是说到底如何起火的 还有多少的资料 是不是因为这次的火灾而不见 消失等等的这些问题 能够迅速的厘清 来杜绝外界的一路跟争议